這個傑尼龜啊 你這個造假的成績 在內地狗屁了兩三年 你是不是應該出面來說說 人社會道我大家道個歉啊 現在車牙都心虛了 幫你改成績了 你有什麼感想 車牙 你現在一直在剛傑尼龜改成績 到底怎麼回事 你現在是不是承認 檢尼龜的成績造假 或是你承認你的測試儀器有問題 你的車牙有問題 請你出面說明一下行不行 你一直這樣子改 到底是什麼意思 你應該對所有的大眾負責 你收到這麼多人的錢 所有車牙這套儀器 造假的晶片 現在連成績都造假 你們真的是太可惡了 校長 你現在又開始在 你完全未知的一個領域裡面 開始下扯啊 一個非常專屬的一個名字 灌檔 蛤 就是 Data Reckoning 這個算法呢 最早呢 是奧德利的一個數學家 卡爾曼 最先所提出來的 最早的應用呢 在阿波羅登月 什麼數學家卡爾曼 什麼灌導技術 什麼登陸月球 沒有一個消費者在乎 每個人在乎的是 你詐騙 陳雷 你不要當大家都是笨蛋 你就正面回答一句話 你的是不是十赫子的詐騙 印刷二十赫子來練才 這個捷尼龜啊 你這個造假的成績 在內地狗屁了兩三年 你是不是應該出面來說說 人設被打我大家 道的歉 現在車牙都心虛了 幫你改成績了 你有什麼感想 你們是不是當作不說話 然後就沒這回事啊 你一貫作風就是這樣 你在外面給他寫了這麼多程序 然後不要再報這麼多領情 你是不是應該做出正面的賠償 對了 你對我的2.16秒 有那麼緊張嗎 你有那麼害怕嗎 一直叫我上傳成績 你說如果我上傳2.16秒 你要再馬上捐款一百萬人民幣 是不是 既然那麼有心的話 這樣子好不好 如果在4月15號以前 我能夠公開在記者面前 在群眾面前 測輸的秒數 打下你的8.93秒 請記住喔 我打下來是你的造假 8.93秒喔 那我們把他的捐款改為兩百萬 行不行 你正面回覆我一下 我當天 在4月15號以前 打下你的成績 你捐款兩百萬人民幣 給紅池智慧 不要再做任何推脫的理由 4月15號中午12點 如果我料到大成績做不出來 或是成績沒有辦法打下你的成績 我立刻捐款兩百萬給紅池智慧 人民幣 有沒有問題